次数分配长条图 日常生活中,我们会为了某些目的而收集资料 为了方便解读这些资讯 我们可以先将收集的资料做适当的整理 再制作成统计表图 例如,画面为篮球社40位同学 每人投篮5次的进球数状况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统计表绘制成长条图 首先,我们先画出互相垂直的纵轴及横轴 接着,在横轴上从左至右以一定的间隔 依次标出0、1、2、3、4、5 并注明它们指的是投进球数 单位为球 在纵轴上标出次数人 由下而上,依次增大 最后,将每组的投进球数 以其对应的同学人数为高 适当的宽为底 分别画出对应的矩形 为了清楚起见 有时,我们也在各矩形的上方 标明该组的次数 像这样的次数分配统计图 就叫做次数分配长条图 简称长条图 然后,再次数分配统计图